一千多万人都在嗷嗷待我的 秋冬香薰香水推荐 今天香薰片只挑这两口 但刻紧刻的上头 好闻到就算你换三茶当没有 都不舍得换掉它们 第一个 空白的五虎香薰 乌木沉香 市面上没有几时再去做那种 纯正的乌木香薰了 因为原材料很贵 对原料的标准又很高 但这一款乌木的用料真是 太绝了 不愧是国风品牌里面的佼佼茶 木质的香气格外的全然混厚 还原度极考 它就非常适合放在书房或者客厅 这个时候别人一来你家就会觉得 哇你好有个调 第二是茉莉宝贝的这种 搜香柜脸 我个人觉得这种香薰蜡烛 在使用体验上会更有仪式感 玫瑰夹杂着木香 玫瑰的香气又非常温和 但很快香吉蒙和雪 从带过来的清烈感 又会让你感觉到荆棘满刺 适合放在卧室里 营造一种危险又浪漫的氛围 特别适合有个性的人群 但不得不说的一点 空白和莫莉宝贝 这两个品牌它们用到的饮材料 居然是来自同一个全新的香气品牌 安抵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 就是它们家的木香香气 添加了独有的马达加斯加香根草 自带了一种神秘感和脱俗的 没有性质之分 最能装起个性 而且它们家是由全球四大香气公司之一的 SIMIRAS和天包新品创新中心联合共产 装起个性的无性贴主义香气 再结合胡花萃取超级绽宝 这两个专业技术 完美还原了气味的鲜活气息 所以这也不难想象 为什么这款乌木垂香 还原度如此之高 我个人还非常喜欢安抵的品牌理 就是去标签化 突破标签定义 打破性别局限 我会觉得这样的想法 非常的大量和惊喜 就恰如安抵家的slogan一样 香 当自由 对于香味的喜好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 安抵想要通过让用户自行去DIY 去定义属于自己的香味 我认为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非常酷的事情 对安抵理念感兴趣的 还可以去关注11月24号天猫小黑盒的发布